北京时间9月15日,结束的英超第五轮一场焦点比赛,做客白录像球场的红军利物普队凭借维纳尔杜姆和菲尔米诺的进球,帮助利物普队以2比1客场击败热次队, 上赛季欧冠小组赛,连黄马,都要贵福的热次这根硬骨头,怎么这场比赛轻易的就被赫洛普的红军敲得粉碎,这不由得,要解析一下这场比赛利物普队的技战术表现了,最近几个赛季,热次队在波切蒂诺的调教下,再加上凯恩的崛起,热次队不但战绩上加,状态也很稳定,连续参加欧冠比赛就证明了他们现在的整体实力, 已经具备强队一列,上赛季欧冠小组赛,热次队不但在马德里,逼平了未免冠军皇家马德里队,还在第二回和主场作战时轻松击败了黄马,表现异常出色, 杰西热次队技战术打法,他们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,防守坚固,力拼中场,快速简洁的反击,这就是热次的战术,他们在比赛中中场拼抢很积极,抢断后的快速转移和传接都很流畅, 因为他们的中场拥有埃里克森和阿力这样的球星坐镇,前面又有凯恩这样的超级射手,而在退防时他们又很迅速,斜防保护很严密, 就因为热次队连续几个赛季这样出色又稳定的表现,刚刚过去的俄罗斯世界杯,索斯改特带领的英格兰队,其实主力框架,就是以热次核心球员为主, 既战术打法也取近于热次的防守反击战术,后场掌控局势,快速反击,而英格兰队也因此一举闯进四强半决赛,拿下第四名的成绩, 这就是热次战术,和热次球员目前的实力和效率,然而这场比赛,克洛普的红军利物浦,明显在跑动积极性上,跑动的速度上,拼抢的凶悍方面,都比热次队要强势, 就是因为利物浦对那种疯狂的高压逼抢战术,还没丢球前,就已经几次逼使热次的中场在传接球时出现莫名其妙的失误,特别是几次埃里克森的回传, 都差点被利物浦队抓住打出快速反击破门,利物浦队早就警告了热次队,而热次队丢掉的第一个球, 就是中场埃里克森一次莫名其妙的投球回顶,造成被马内抢断后打出快速反击,不得已队友把球捅出底线, 从而制造了那次丢球,领先后,利物浦队还是不依不饶,跑动和拼抢,都明显比热次队更积极, 而热次队明显对利物浦队的这一高压逼抢准备不足,经常自己失误, 这就是利物浦队这场比赛能碾压热次的原因,还有一点就是,热次队这场比赛的首发前锋小卢卡斯实在糟糕, 他不断地浪费机会,也让热次队无可奈何,如果波切蒂诺早点换上孙星林,撤下小卢卡斯, 或许热次队还有单平比分的机会,只可惜,波切蒂诺几个赛季以来, 他的临场调整一直就没进步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